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星星为大家带来无良房产公司强拆小区 最后被超能力大叔一顿胖揍的韩国奇幻电影《电力》 女主角他爸由于被人追债 很小的时候就遗弃了女主角和他妈 两母子相依为命靠卖炸鸡卫生 由于女主角人美生天 炸鸡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还没等生意扩大 拆迁队却找上门要砸场子 女主角他妈一看这么多男人欺负自己女儿 开着车就撞了上去 却被这群强盗拖出车外 磕到路边石头给磕死了 就在这时天外飞了一颗流星 这颗流星带来了一股神秘蓝色力量 刚好被女主角他爸喝了下去 女主角他爸一喝这水 这味不对呀 咋是嗖的呢 说好的农夫山泉有点甜呢 看来这外星水的味道 不合地球人的口味啊 这天下班后 女主角他爸一个人来到街边喝小酒 刚喝两杯肚子就痛得不行 我去这不会是要生外星宝宝了吧 女主角他爸好一顿挣扎 总算放出了大招 这外星五香屁威力真的 老板一看不开心了 你放屁就放屁嘛 拆我摊干嘛 女主角他爸回到家中 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 于是便去参加前妻葬礼 葬礼上无良房产公司又过来找查 你们这群钉子户 再不搬就把你们通通变成花圈 女主角一听 你吓唬谁呢 别为长脸上欠揍了 我就不揍你 热吉老娘照做不 一旁的小白脸赶紧站出来挡住女主角 对面人多是重 咱先忍忍 女主角他爸回到家中 发现自己竟然有了超能力 于是灵机一动 打算去表演模式赚大钱 你是猪吗 有这本事要什么钱啊 之后女主角他爸又去找到女儿 你看我现在有超能力了 不怕欠债了 你过来和我一起生活吧 正巧赶上无良房产公司 又过来拆迁 女主角他爸想也没想 使出一招排山倒海 拆迁队被一顿胖揍 还没等走过瘾 警察叔叔就赶了过来 你们干嘛 当自己是蛊惑仔吗 统统带回警局 在警局里 欠揍脸率先发难 贼喊说贼 说自己被女主他爸胖揍了 还给警察叔叔看录像 警察叔叔一看 你这拍的啥呀 还记得特效的吗 都给我滚犊子 回到社区 女主角他爸又动用超能力 把社区的通道给堵住了 拆迁大队一看这几项 还差一个啥呀 赶紧回家拜佛烧香吧 吓跑了小喽喽 并没有完事 房产公司女魔头 这个时候终于出场了 我很好的 你们不用害怕 听说你们拆不动是吧 我教教你们该怎么拆 接着女魔头 又给骞泽领出了个主意 你是猪吗 超能力 你打不过 不会先把他引开 然后再拆吗 于是无良房产公司 随便找了个借口 把女主角他爸带了回去 然后派出武装部队 和铲车过来强拆 这韩国警察 是脑壳有屎吗 政府设立警队 是让你来帮着强拆的吗 可能是平常事实太多 脑子抽嗨了 另一边女魔头 在警局找上了 女主角他爸 你干嘛要帮着那群loser呢 过来跟我干 保你荣华富贵 钞票他不香吗 你看我不美吗 女主角他爸 内心一万头羊驼呼吸而过 求你别说了 你再说我就 真的动心了 女魔头见色又说 不管用 断定这个大叔 功能障碍 留下女主角他爸 一个人在审讯室 一赢 出来的时候 女主角他爸 从电视上看的社区 被强拆的直播 这时他心中那团伙 终于止不住了 先是一招 施后勾正开了房 接着一招 纵影踢飞到 女魔头面前 你刚才的话 可还算数 女魔头见着阵仗 忍不住 给女主角他爸 点了个赞 看视频的亲们 你们可以给星星 也点个赞吗 女主角他爸 见女魔头 给他点赞 开心的直接飞了起来 女魔头看着 报废的汽车 表示 车阵也不能 这么个玩法啊 太空没有的女主角 他爸这时 终于想起来 女儿还在 被柴仙队围攻 于是又几招 纵影踢飞到 女儿小区 接着几招 乾坤大挪移 警察被打到 屁滚尿流 这时女主角 被吊箱 吊到了半空中 女主角他爸 使出十层内力 想把吊箱拖过来 中途却差了下劲 女主角摔了下去 眼看就要 屁股向后 凭杀落雁式 女主角他爸 再次潜力爆发 使出一招天外非仙 女儿啊 以前都是爹地不好 没有让你过成 当宝宝的日子 爹地不会 跟那个女不投好的 你永远都是 爹地唯一的宝宝 一顿深情告白后 女主角他爹 最后来到了 欠奏脸面前 没错 就是你 掌了一张欠奏脸 活该不走 之后 女主角他爸 就被警察叔叔抓了去 还坐了四年牢 出狱之后 发现女儿 已经和小白脸结婚 不再是自己 一个人的宝宝了 而女主角又开启了 超级无敌好吃的炸鸡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长得欠奏 就要任命挨打 不管你会超能力 还是外星匹 到了地球 就得听警察叔叔的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快点赞 关注评论 让星星陪你一起 拯救世界